少傅阿寶飞到英国,为了陪女儿读书。 对科技一向有认识的阿寶,有一天收到一封电邮, 大概通知她之前试用的防毒软件快到期,即将会收取400英镑的费用。 如果要取消购买,就要在48小时内打电话去那间公司,而电话区号是美国。 平时省家的阿寶一收到一封电邮便不敢怠慢,立即打到那间公司。 听电话的是一个粗印度口音的男人, 那个职员在电话中指示阿寶如何进入一个网站, 然后登入Google他本人的账户,还请他输入密码, 就说取消这个防毒软件是必须进行这些程序。 阿寶的内心虽然很疑惑,为何手足如此繁复? 但由于一边在电话中被职员牵着鼻子, 一边又要努力地辨识他很重的口音下很难明白的英文, 所以已经无法分神细心想一想。 与此同时,阿寶又同报收到Microsoft Senate的认证密码。 此时,他的心终于定一定。 职员就说,如果此时停止,会遗失部分资料。 但他见到阿寶开始不耐烦,便出必杀记,跟阿寶说, 我们公司会回赠一些费用给你的。 阿寶听到这件事,就立即整个人都精神了。 其实,阿寶连自己何时使用过这个防毒软件,都不太记得。 只是怕要扣除大约4000元港元,才立即采取取消行动。 虽然如此,阿寶也不是不好奇, 为何自己连费用都未被扣,又得到回赠呢? 但又在想,会退回钱给客户的,又怎会是华人呢? 他这样安慰自己。 转头职员就说,我们现在可以马上给钱给你了, 你选哪间银行? 阿寶选了英国汇丰银行, 面前的手提电脑屏幕,就立即打出英国版的 汇丰网上银行的页面,给他输入资料。 阿寶就言听计从地输入了密码, 但不小心地在输入最后一个数字时,打错了, 户口立即封锁起来。 职员就立即紧张起来, 叫他立即打电话到银行,要求解封。 阿寶当下已经觉得有些不对路, 而且人已经很累,就跟对方说, 现在已经很晚了,明天再搞吧,就先收线。 正打算关机的阿寶, 见到电脑萤幕在自己搬海面上的东西, 吓得目定口呆。 而且最可惡的是, 将他来英国这两个月以来, 拍下的照片和文件都丢到垃圾桶, 还立即清空了他。 他飙了冷汗,不知怎样好, 但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被黑客入侵了。 最想不到的是,电脑在离线状态下, 对方还可以禁止于操控他的电脑。 在什么都做不到的情况下, 他很快就切断电源,很粗暴地关机。 虽然明知英国警方不会为了他找出幕后黑手, 但为了保障自己, 免责一些可能的法律责任, 阿寶第二天去了警局报案, 经过一连串的手续, 幸好银行账户里的钱沿风不动。 这次经历真的令到学保客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庆幸的是, 他打错了密码的最后一个数字, 而保存了全副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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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